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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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 你怎么都不回啊 不可能啊 我没听到啊 还真有几个未接电话 华卉市场太闹了 根本没听见 有事儿 老婆 有事儿 那个 放在家里面的一块玉石 你看到了吗 玉 什么玉啊 就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的 大概这么大的 这么大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我拿了 前几点想跟你说来的呢 后来乱七八糟那么多事 就给忘了 拿 拿哪儿去了 我还想问你呢 不是说不懂玉别瞎买吗 避免上当啊 你快说你拿哪儿去了 我前几天公司缺现金 人家需要抵押物 我一看家里 正好有这么块东西 我琢磨着也不值什么钱 就拿去抵押了 没关系 走走行事而已 过两年能赎回来 你抵押了 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抵押呢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呢 你急什么呀 这不家里东西吗 我用一用 没什么吧 你用用是没什么 那你快把它给拿回来 你快去呀 紫月 前一段时间公司资金紧张 我为了公司的周转 我求爷爷告奶奶的 人好不容易 答应给我们一笔钱 我为谁呀 我为咱们公司 为了咱们这个家呀 今天我又谈成一笔生意 我特别高兴 兴冲冲地去到花卫市上 买了一束花给你 因为什么呀 你喜欢花 我愿意你跟我分享 谁知道我进到门来以后 你不问青红皂牌 劈头盖脸就给我一顿数 怎么了 一块石头那么重要啊 咱至于吗老婆 你顶了多少钱呀 一百万 一百万 好 赶紧凑钱 把东西赎回来 不是家里没钱吗 一百万从哪儿凑啊 开玩笑吗不是 我要把家里面之前的 能卖的全卖了 把机器云股票全抛了 怎么着 你能凑过这一百万吧 这欲有那么重要吗 看把你急成这样 你不是我的东西 那是别人存放在我这儿的 明白吗 存放 对 请不客气 你还要是排阅 你我开心 你还要是排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哥 哥 妈叫你下去挑西服 我都随便 你们定吧 你得下去看看呀 这事得你自己做决定 我做决定 结婚是你们定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定 我做决定 让我做决定的话 这婚就结不了了 对不起 那么你先下去吧 那么你先下去吧 老婆 老婆 我不就一块玉吗 你至于跟我生那么大气吗 我还不为了咱们家公司啊 这仅仅仅是一块玉的问题 我问你 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为什么不去跟我爸商量一下呢 我不也是怕你们担心吗 再说我也就想借用一下 你没必要发那么大火吧 你这是借吗 你连跟我说一声都没有 这算是借吗 紫月我知道你最近对我有情绪 但你也不能这么看我吧 咱们夫妻那么多年情妇 还不如一块破石头吗 标价再高 我到时候要出手的时候 还是有价无事啊 你还不如现在就给王老大算了 干吗花那么多钱 给他赎回来呢 明明是你的错 你怎么说话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呢 我告诉你 这块玉 不管我花多大的价钱 我也要把它赎回来 紫月 听我说 妈 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样吧 你把上个月的账单 付赢一份送到我家来 我看了以后再说 好 就这样 怎么了这是 公司来的电话 怎么打到你这儿了 正因为他在公司 才会出这种事 子鸣 哥 兄弟来了 王道哥 这我爱人 来 子鸣 这王老北 难得孙夫人大驾光临 不是荣幸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这是我那兄弟啊 昨天刚送的茶 味儿不错 要不要尝尝 王大哥 茶就免吧 今儿我和我爱人过来 就想谈谈玉的事 老弟啊 现在呢 出了点事 我百分郁闷 一直没找着 合适的时间跟你说呢 什么意思啊 王大哥 你也知道 你那一百万啊 是我从旁边那儿抽出来借的 我那朋友不想把钱借给你 是我担了宝 所以才把钱借给你 你把玉拿来 我是第一时间给你放的款 让你公司周转 本来呢 想到期以后 还玉收钱 我呢 挣点利息 咱们不是朋友嘛 对吧 那既然现在日子没到 我们今天带的利息 加上本金一共是一百零八万 一分都不少给您带来了 出什么事了 九江那个老王你知道吧 知道啊 咱们公司盖人家钱 居然拖了一个月都被给 人家跑到公司来要 斯文告诉他他不在公司 结果呢 人家老王的公司 居然见到了他 他这是 这是为什么呢这 我也不知道啊 这电话是斯文的秘书打来的 他秘书说啊 斯文曾经嘱咐过他 说有人找他呢 就说他不在 出差了 结果呢 每天晚上 下班以后呢 他自己要来公司 秘书啊觉得这有事 所以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小花 你给月月打个电话 让他回家一趟 问问斯文到底怎么回事 好 别别 我话还没说完呢 他给我挂了他 他给我挂了他 自打你走以后 我就小心翼翼地把你那玉 锁在我那保险柜里 他谁知道 我就出了一趟差 回来以后 就发现保险柜被撬了 别着急 我可是第一时间就报案了 警察也来现场了 不过案还没破 可是不能您说没他就没了呀 没有这个道理对吧 丁眉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他不光是我说 连警察都是这个鉴定结果 你要不信到公安局去问问 我真的报案了 兄弟啊 我寻思咱这样 这钱呢 你先不用还 咱什么时候把玉找着 您再把钱拿回来 然后把玉拿走 要是玉找不着呢 就算我吃亏 这钱我也不要 没办法 这是天意 我也遗憾 管老板 我们其实今天来就是想 要回这块玉 没有其他的想法 如果您觉得利息不够的话 那您给开个价 丁眉 我听你这话 好像是我胡说八道编个故事 蒙你们吗 您是不是蒙我们 您自己心里清楚对吗 行了 别一副吃了大亏的样子 我才叫裴了夫人又折兵 我那才叫冤哪 王老大 你什么意思要说这话 没劲了吧 赵斯文 你可想清楚了 咱们当初先协议的时候 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块玉做价六十万 我给了你一百万 你赚了大便宜 你还不满意 要不这样 钱你留下 我赔你一块六十万的玉 咱俩两清 要是你还不服气 你就拿那份协议 去找个律师到法院去告我 我奉陪到底 您说什么呢 这是什么 那谁给你们做的价什么六十万呢 我不跟你说 你老公心里明白 那块玉支两百万 谁给你雇的价呀 你想和我们是不是 赵斯 干什么呀你 我愿意 我保险柜被盗 我也有损失 那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 是骗子公司吗 请你把东西还给我们 你的东西哪儿写着呢 我 我们有法律文件 有协议 在这儿跟我提法律 你跟我讲法律 你开玩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找死门 找死门 行啊 长本事了是吧 我们今天来 就是想要回我们的那块玉 如果你不给的话 我们就要报奖 我求求你现在就报了 你跑我这儿动手打人 你看警察是抓我呀 还是抓你吗 如果你不给我们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你爱走不走 我再仔仔细跟你们说清楚了 你记着 玉没有了 被盗了 说什么都没用了 听清楚没有 老程 破月也不会出什么事吧 哎呦 想什么呢 不会有事的 我怎么在哪儿 我怎么在哪儿 哎哎哎哎哎 妈 您有什么知觉话说吧 我正正忙着呢 哎哎哎你别挂别挂 你先别挂 我跟你爸爸就想问你 你最近跟赵斯文好不好 你们忙什么呢 挺好的 呃晚一点再打给你吧 啊就这样 拜拜 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滚了 那月月到底怎么说的呀 哎呀她说 她跟赵斯文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 这孩子你是这 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还没想到办法 真的就拿她没有办法了吗 能有什么办法呀 这孙子敢黑我呢 就看准了我们没辙 我一开始真以为 那块破石头不值什么钱 他给我一百万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的 我还以为他看走眼呢 谁知道吃大亏的是我 我们 还吃一个哑巴亏 你怎么能跟这种人 沾上关系呢 你也不怕这样传出去 也会败坏了公司的名誉 要不为了公司的生意 我犯得着跟他打交道吗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会收别人 那么贵重的礼物啊 还不告诉我 要不你瞒着我 咱们能吃那么大亏吗 我输了那个东西 他不是我的 是别人暂时放在我这儿的 我是要还的 你现在你让我怎么面对人家呀 怎么面对呀 实话实说呗 丢了呀 这是事实啊 他自愿放在你这儿了吧 那他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 承受这种意外损失啊 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为什么还要这么理直气壮呢 如果你公司需要钱 你可以坦白地告诉我 我跟我爸说咱把房子卖了 也好过你偷我东西吧 什么 我是你老公 这家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俩共有的 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我偷你东西 我还没问你 这块鱼谁送给你呢 我问你话呢 创则月 是我 捐献骨髓救的那个人 送了 捐骨髓 你 我怎么知道啊 没打算让你知道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说说吧 没有什么 其实不告诉你们就是 不想让你们担心 不想让你们拒绝 其他的没有别的 那你捐献给他骨髓 他送你礼物 这不两清了吗 还有什么说的呀 那个东西我不能要 我当时是因为我没法拒绝 我才 没法拒绝 你跟松玉的人 到底什么关系啊 程紫月 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赵斯文你脑子里面 在想什么呀 我怎么发现你现在变得这么 这么的低级和庸俗 我低级我庸俗 我这么做还不为了你们成家的公司吗 没我赵斯文的低级 你爸能那么逍遥那么轻松吗 没我的庸俗 谁跟你们家签合同 我在外面哈着腰陪别人喝酒的时候 没人嫌我低级啊 我给成家大把大把运钞票的时候 没人嫌我庸俗啊 现在我碰到问题了遇到困难了 我就是个臭狗屎 你别转移话题行吗 谁转移话题了 我不这么说 你知道我难吗 行啊 不转移话题 咱们说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送你这块玉的人 就没安好心 我分开明白了程紫月 你心里肯定有鬼 不然你不会那么着急的 你干什么去 我偷偷踢去 你自己说过程Mic 就是好帮助理 那些什么同事 你看啊 我们也馋着分开 我再感觉我 我再感觉你 在谱明 tongue 你还要相恨你 你 exit 发 evil 我要的如果是 等着 一会就来 是 你急事干嘛呀 请用早膳 看你最近真的很累 昨天想跟你聊会儿天 结果你就睡着了 最近真是太忙了 太累了 安萍 这样看你 仿佛咱们又回到了八年前 八年前 不提了吧 还是你对我好啊 安萍 来你这儿非常轻松 忘记了很多烦心的事 你要觉得来我这儿轻松 你就没事常来 这里的大门 永远为你开着 安萍 还是你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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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可能最近家里面有点事 所以有点烦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谢谢 喂 爸 我是你妈 妈 怎么了 月月 你昨晚怎么回事 我跟你爸等了一宿 你也没给我们回电话呀 我 我给忘了 你原来不这样 你这最近怎么了你这是 等会儿啊 月月 你今天无论如何 要回家一趟知道吗 喂 你听见了吗 你看你爸 你爸急成什么样了 这孩子 怎么了 妈 有什么事吗 你 你 你算了 你回来再说吧 赶紧回来 好 那我忙完了就回去啊 老陈啊 老陈啊 祝你这心早啊 心早 放心吧 我没事儿了 早点回家 我就是骗骗自己 你走吧 我就是骗骗自己 あの cleansing 一定给你帮你按摩 我靠一下 爸 你不想赚 你 signals你因为我生日快乐 我没人啊 你不想赚了 你不想赚他 我不想赚你的 爸 妈 怎么了 爸妈 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 什么事啊 月月 爸问你 这个赵斯文除了在公司以外 是不是在外面 还有什么兼职啊 没有吧 那他最近 在外面是不是有什么 大的投资啊 我 我不知道啊 怎么了 最近公司有个八百万的漏洞 可是这些钱 不是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八百万 这么多 你自己看看吧 月月 你公公婆婆她们 最近还好吗 你分这干什么呀 我这不就问问她公公婆婆 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她们有什么需要 如果是 那不是情有可原吗 不管是谁 动用这么多的钱 总得给我打个招呼吧 我现在还是董事长吧 是是是 爸 您的意思是说 这事跟斯文有关系啊 在公司里能动用这么多的钱的 除了我之外 是有斯文有这个可能性 爸 你先别着急 回去以后我先好好问问她 月月 几百万 这是几百万啊 如果你爸不是确定她有问题 怎么能把你给找回来呢 月月 最近斯文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吧 她 我知道啊 你跟赵斯文结婚这几年啊 她一直挺安分守己的 这不现在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吗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怀疑到她呢 你知道吗 其实这件事 你爸不用问你 你爸可以去问她 为什么没这么做 不是给她留余地吗 爸爸 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跟斯文有关系 结果会是怎么样啊 司子诺用公款 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月月啊 我知道你一直很信任赵斯文 不过你妈还是那句话 这人心割肚皮 这赵斯文胆子也忒大了 这事与她脱不了干系 这是公司的事啊 可不是家里的鸡毛蒜皮 这点小事 你可别 别感情用事 听见没 爸妈 你们先别着急 我先回去好好问问她 我现在就回去 好 那你就问问斯文 有什么情况 及时给我打个电话 问问 去吧 路上快慢点开车啊 有事打个电话 好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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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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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开啊 你说怎么会这样呢 你说这 怎么会呢 好像 你能不能别转眼了 我本来就心里烦 你转了转气 我头都转疼了 好好好 你别心烦 别心烦 我这 我这是觉着月月 对这斯文的事 好像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还很护着的 你说会不会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跟月月问的赵斯文再说吧 对对对 不行啊 不行不行 我得给赵斯文她爸妈打个电话 出这么大的事 我得让他们知道啊 喂 你在哪儿 公司呢 怎么了 现在马上回家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毛病啊 一大早让我回家 我这忙着呢啊 我说了 我有事跟你说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那我去公司找你 好好 我马上回去吧 你不得呀 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你看我 全部都没有帮助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啊 那么你呢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吗 那你能不能再帮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你怎么了 公司出什么事了 非让我回家来啊 现在 我爸今天让我回去了一趟 他说 公司的账上少了八百万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干什么呀 你起来 老婆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你先起来 你有什么事起来再说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一辈子我起来 你到底是怎么了 能告诉我吗 我前一段时间去珠海出差 你知道吗 后来我陪客户应酬的时候 朋友说要带我去澳门玩一玩 你去了吗 我去了 没敢跟你说 他们带我去了赌场 说去去玩一玩 小赌疫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就想着去看一看 所以我就 然后呢 老婆 我发誓 我发誓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就想去看一看 我没有赌心 真没有赌心 你知道我呢 我对那赌那玩意儿 我真的不感兴趣 我平时我的 我问你然后呢 我进到赌场以后 我没想到赌场那么大 那么壮观 我傻了我就 我一开始就坐在他们旁边看一看 后来他们就忽悠我 我说你玩一玩吧 没什么的 挺小的 没关系 我就上手了 我坐下来一上手 所有事情都不由我控制了 说实话我一开始只输了一点 我就输了一点 我不甘心 我想搬回来 我想我手气没那么臭 我 我就越玩越大 最后我竟然 就输了五百万 我一瞎子我就懵了 我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还珠海朋友的钱 所以我就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偷了那块玉 是吗 老婆 老婆 我当时真的想不出办法 你别生气好吗 我一定会想办法 早点把窟窿堵上的 咱们夫妻那么些年 你还不了解吗 我都为人 我绝对以后 我我我这一辈子 我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 老婆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当时一下子 筹不了那么多钱 但是我知道不能再拖了 我当时还钱的时候 连本带利我已经八百万了 他们打电话跟我说 如果你再不还 我就换不了了 我当时真是没有办法 我才会那么糊涂的 老婆 你知不知道今天 我爸在家问我的时候 我还帮你掩饰 我还帮你盖度 我觉得你不会是这样的 这种事怎么会发生 在你的身上呢 老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能不能求求咱爸 小小气儿 你老公这些年 安钱满过做牛做马的 为公司也挣了不少钱 能不能就算是将功不过呢 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怎么跟我爸说 这不是八万八十万 是八百万 我只有我 你拿什么将功不过 老婆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咱爸 我对不起咱们的公司 我更对不起咱们这个家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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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我现在真没办法 只有你能救我 你现在让我怎么帮你 你说呀 妈妈 老婆 老婆 便不说嘛 夫妻间碰到困难了 一定要共同来承担 咱们安静一点 想要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 你就算不是为了我 为为晨晨好不好啊 你忍心让晨晨这么小 就没有爸爸吗 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我 你还有晨晨的话 你就不应该这样 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自私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 老婆 我没有打电话来了 我求你先别告诉我吧 好吗 喂 妈 斯文啊 紫月她妈来电话了 她说的是真的吗 那我 什么也甭说了 赶紧回家来 赶紧 老婆 我妈打电话来说 你妈已经跟她说了 让我们赶紧回家一趟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帮帮我 帮帮我 帮帮我 儿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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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臣子 你回来了 晨晨呢 在房间写作业呢 那我去看看她 你也坐得下 你还能坐得住吗 斯文 那事是真的吗 我问你话呢 是 还是不是 我错了吧 挪用资金 那可是违法呀 那是要坐牢的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我今天 都不相信自己这儿童 我活得这么大岁数 我觉得今天我 丢人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话呀 我赌博输光了 说话 你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中什么鞋了 你怎么能拿钱去赌呢 闭嘴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一人在雨里 看到你一人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 我的呼吸 这一次我都很腰 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却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深陷最想你的归迹 闭上眼睛泪如潮汐 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 那个你不想见的我 还在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好的连痛苦都忘掉 后悔认识你的太早 初恋情人很难到老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有爱的太早 有爱的太早 太早就会想你的太早